长男一条身像 蓝青玄推开门窗 想要让屋子里的烟火气散去 看着桌上的一桌饭菜 他心生甚好的黑黑一笑 为了做这一桌子饭菜 他可是从一早就开始忙活了 如今就等着好友来 一同把酒言欢了 马车上 静下帮着小炮仗多踏玩 喧儿乖巧地坐在路易身边 而后段的烟儿 则坐在弟弟的怀里撒着娇 话说 让蓝骗子来我们家一句多好呀 为什么 非要咱们生他这里来呢 静下从路易纳得知 蓝青玄呼吸的消息后 便想要请蓝青玄来陆府 上造间准备一些好饭 大家一起聚一聚 让蓝青玄直接住在陆府就好了 蓝青玄的身份特殊 不宜太过招摇地出现在陆府 路易说道 为何 如今皇上都已经知道小兰活着了 也已经知道 当初是你设计让小兰假死 且那件事情过后 皇上也没再追究什么 甚至还因为小兰没死还挺高兴的 我不明白 还有什么可忌讳的 静下不解 皇上如今即便是有寒真人 但却还会在蓝青玄回京后 找到进宫问询 宫外见闻 以及讨论修道之事 所以呢 静下注着眉头思索着 然后摇了摇头 不明白 说具体点 说明皇上对蓝青玄的道行 是比较有信任和满意的 蓝骗子 手段倒挺高啊 居然能把皇帝老儿 哄得这么高兴 皇帝见他 是不是比见嫔妃美人还高兴啊 静下笑着调侃道 见路易皱了皱眉 知道他要怪他 恐怖遮拦了 赶紧乖巧地 用手捂住了嘴巴 切身知错了 我慎言 慎言 路易被他逗笑了 无奈叹了口气 这丫头认错的是挺快的 所以呢 你说来说去 我还是不懂 静下耸耸耸肩道 既然皇上对蓝青玄 很是信任 那我若是和蓝青玄 走得太近 你认为皇上会怎么想 静下眨巴眨巴眼睛 似乎明白些路易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 若蓝青玄和你走得太近 经常联络 皇上会对你有所猜忌 一个是守我权益的朝臣 一个是深得皇上信任的神仙道人 皇上这个人多疑 确实可能不怀疑 路易利用蓝青玄 在皇上面前潜移默化地渗透什么 路易点点头 虽然经过他设计蓝青玄假死遗事后 皇上已经知晓 他和蓝青玄关系匪浅 但他认为 他还是有必要注意一些 毕竟 皇上的心思阴晴不定 他越发的 也却猜不透了 静下先例喊上生气和不愤 刚好开口抱怨几句 皇帝老儿多疑 可是一想到 路易不愿听他这样口无遮拦 便只好忍得下来 只是 他注射心疼自己的男人 明明那么忠诚一个人 为何要被这样防着 见惊吓表情爱他的模样 路易大概猜到惊吓所思所想 他安抚地握了握惊吓的手 对他微微一笑 只是一封万一而已 你不用多想 惊吓点点头 他知道 路易会这样 都是为了他没大家的着想 属今 他不再是孤身艺人 他有妻子 有孩子 自然做什么 都是要小心谨慎 蓝青玄听到外面 传来一阵马蹄声 他知道 他们来了 他赶紧走出屋子 准备迎接好友的到来 还没有走出院子 他便看到 他的好兄弟 拖家带口进了院门 蓝骗子 今下见到蓝青玄 兴奋地打着招呼 蓝青玄抗议地撕了一声 我说陆夫人 我跟你说了几遍了 别叫我蓝骗子了 给我点面子 我不做骗子好多年了 不好意思啊 我做习惯了 轻下呵呵一笑 看向路易华龙的一双儿女 轩儿烟儿 这是你们的蓝骗子叔叔 叫蓝骗子 不对 叫蓝叔叔 叔叔 蓝蓝 两个孩子 对于眼前的男男的叫法 各不相同 蓝青玄不禁笑了起来 你应该叫叔叔啊 轻下摸了摸 咽着小脸道 不愧是你的女儿 像极了你 蓝青玄笑着地惊吓道 这两个孩子 还真是截然不同 女孩像母亲一样活泼可爱 男孩像父亲一样 沉稳不多言 她的外号码是小金夏 因为她像极了我 金夏洋洋得意道 那你怀里这个呢 男亲前指的指金夏怀里 好气打扰了周围皇家的小婴儿 她呀 像她爹呗 脾气不好 金夏嘖嘖的 路易无奈地扶了扶额 每次小炮仗大声哭闹 红不好的时候 金夏便会把这孩子 批下来的性格 怪自于她 她都习惯了 快进屋快进屋 抱着孩子多累啊 蓝青玄想要过去 帮路易抱个孩子 可是我刚伸过去 两个孩子却都别过了头去 更紧地搂住爹爹 好了好了 这两个小东西 让叔叔抱抱都不行吗 蓝青玄无奈摇了摇头 一行人进了屋 金夏看着一桌子 还飘着热气的饭菜 一脸敬佩地看向蓝青玄 可以啊蓝青玄 看起来厨艺不错嘛 那是 蓝青玄得意地笑着 你别以为准备了这些 就可以不用碎份子钱了 我们家小炮仗出生 你还没随理呢 金夏挑了挑眉的 难怪拖家带苦地 把孩子抱来 看见陆夫人 是有备而来呢 蓝青玄嘖嘖道 也是 我还没有恭喜陆兄呢 恭喜陆兄 双喜临门 不对 是三喜临门 三喜 金夏眨巴眨白眼睛 这第一喜 自然是恭喜陆兄 喜得千金 第二喜 恭喜陆兄高签 这第三喜 我听说陆兄 不是得了个美妾吗 蓝青玄调侃道 见对面的陆氏夫妇 脸都黑了 呵呵一笑 你俩 别整这样 想杀人的表情好吗 我不是就开个玩笑吗 我知道 这倒不是那么回事 死骗子 快碎份子钱 天下白了野蓝青玄道 这些计划 因此 必须赌尽 老板 老板 不不 不不不不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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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